哎呀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脑洞啊 那这个脑洞有多大呢? 我只能说像宇宙那么大 那既然是脑洞呢 我们就先要从大脑开始啊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如果大脑是个从零开始的设计品啊 那么能够设计大脑的这个文明的发达程度 应该是无限接近神级文明 那经常有人会拿大脑去和电脑进行比较啊 就是对比大脑和CPU的运行速度 其实按照运行方式来说啊 大脑要比CPU高级太多 CPU的计算呢是一条一条顺序进行的 即使多核多线程呢 也只不过是同时并发执行多项指令 但是每个线程里面的指令 还是按照先后顺序来执行的 而大脑里呢有几百亿个神经元啊 这几百亿个神经元可以认为都是并发活动的 这代表着有很多时候你会思绪万千 却并不影响你把鸡腿送到嘴里 所以大脑和CPU呢不算是一个体系啊 而且大脑有着运算的能力 却不局限在运算上 大脑能做的要比这多得多 就比如学习和情感 不过现在的手机仿生芯片 也已经加入了学习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体现在你第一次录入面部识别之后啊 后面呢即使你敷着面膜 戴着墨镜 它也是可以识别出是你本人在操作手机 这也可以说是在朝着大脑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个学习的能力啊 放在大脑面前 只能说真的很抽实 不过最近呢 我看到一个观点说 如果一定要把大脑拿来类比的话呀 那么和大脑的运行机制最相似的是互联网 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互联网和大脑的运行机制最像啊 前面也说了大脑的运转呢 主要是神经元的活动 大脑中有几百亿个神经元 而神经元的活动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维 那么互联网呢也是这样 每台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就是一个节点 节点与节点的联系呢 就像是大脑神经元的活动 它们之间任意互联高度协作 网络结构呢 也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的自我调整 节点之间也是完全独立并发 互相协调但不隶属 这就和大脑的神经元活动是极其相似的 只是相比大脑神经元的数量啊 互联网的节点还要少上许多 那么全球联网的计算机数量在十几亿台左右 这和大脑几百亿的神经元肯定是没法比啊 不过互联网呢也是在发展 现在一台计算机可以有1到4个节点 这就让互联网的运作机制啊 越来越像大脑 当然这个相似呢 并不是互联网设计的初衷 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一个巧合 这也可能是一种必然 而我们重点要说的呢 就是这种必然 互联网是什么 互联网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啊 那人类设计的产物 却巧合的与大脑的运作机制趋同 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啊 宇宙万物是不是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趋同性质 比如卫星绕着行星转 行星绕着恒星转 恒星呢绕着星系转 星系也是一直相对宇宙中心做周期的运动 而在微观的世界下呢 电子也是在绕着原子核去转动 这是巧合还是在茫茫的宇宙中 有一个还没有被破解的道呢 还有生命的形式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的一种表现呢 孕育成长衰老死亡 就连恒星的生命过程也是这样 关于恒星的起源 不管是超密说还是弥漫说 恒星都需要一个孕育的阶段 而且也都要经历成长和衰老 最后呢 湮灭 是不是宇宙中真的暗藏着一个道 可以解释所有呢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道 可以解释所有的话 那么这个道 一定也能解释宇宙本身 那这个脑洞呢 我们慢慢开 先来看一张图啊 很久之前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就忍不住浮想连篇啊 最近在看它呢 又有了新的理解 左边呢 是微观下的大脑神经元 右边的是宏观的宇宙景象 这个时候我需要你回想一下前面说的驱同啊 行星绕着恒星转 电子绕着原子核转 如果这是一种驱同的话 那这两张照片会不会也是一种驱同的现象啊 就是假设在宇宙的道当中呢 相同功能的事物必然有着相似的形态 那么眼前这两张相似的图片 会不会也有着相同的功能 你看容器都有容器的样子 世界各地的风潮呢 也都是六边形的 那么这两个复杂形态的东西 能做到这样相似 会不会真的有着同一种功能呢 那按照这个假设去猜想啊 相同的形态会有着相同的功能 那么你可能也已经猜到了 宇宙可能就是一个大脑 这就像是宏观恒星和微观原子核的驱同 那么宇宙也和微观上的大脑是驱同的吗 当然这是建立在道成立的假设之上啊 那么如果宇宙真的是大脑 那地球是什么呢 未来的地球又是怎样的呢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脑洞了 如果宇宙是个大脑 那么它一定是有生命的 那就会遵循生命的道 所以宇宙也一定会经历孕育成长衰老和湮灭 那么根据宇宙正在膨胀的这个现状啊 可以推断我们所处的宇宙 正在处于孕育期或者成长期 这就如同人的出生啊 孕育期呢也是会长大的 但是由于地球上的人类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找到其他的地外文明 所以我猜测这个宇宙大概率是处于孕育期的 人类文明呢也可能是宇宙中文明的先行者 为什么这样猜呢 我先说结论啊 因为我觉得地球会在未来成为宇宙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 那么宇宙中的文明呢 应该是有序分布的 而且每一个文明都将成为一个宇宙大脑的神经元 这所有的文明都将扮演着神经元来完成宇宙大脑的指令啊 而在这之前呢 地球将逐渐发展成为地球大脑 人类将扮演地球大脑的神经元 这一点正是因为前面说的 互联网的机制与大脑区同 互联网的发展势必会将人类带往地球大脑 这个后面会解释啊 而这同时也会产生一个新的趋同 就是地球大脑和宇宙大脑的趋同 如果趋同的道是一个公式的话 那么就先套给地球 再套给宇宙 这就是大致的结论啊 既然开脑洞呢 我们就要大大方方的开 互联网是一个不可逆的发明啊 随着它高速的发展呢 未来一定会把人类带往 社会记忆复合体的边缘 就是所有人类的智慧整合成一个复合体 这个在我说马斯克脑机接口的那期视频里说过 到那个时候呢 复合体就可以叫做地球大脑 马斯克在座的脑机接口 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如果技术成熟到可以应用给每一个人 那么人类将会首先迎来共用智慧的时代 之前的视频我说过智力爆炸的时代啊 指的是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超过人类的顶尖智商 那么到了人类可以共用智慧的时代呢 也就是地球大脑的时代 也必将会伴随着一次智力的小爆发 那么这次爆发很可能会推动科技的大幅跨越 有可能会让地球大脑和宇宙中的其他文明取得联系 其实他们是势必要取得联系的 因为人脑中神经元的活动是产生思维的 宇宙呢也应该是一样的 地球大脑和所有其他的文明都在扮演着宇宙大脑数不尽的神经元之一 那么这种联系它就是必然的 只是这种联系是友好的还是对立的 就要看宇宙是怎么想的了 如果总是想着矛盾和纠结的事儿 那么爆发星际大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总之到那个时候呢 人类就会意识到地球文明在宇宙当中 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可能是宇宙文明中的先行者 也可能是新来的生力军 那么随之而来还有一个极大的可能 就是科技的二次跳跃 当然这需要一些友善的外星文明的帮助 不过这反而要比星际大战的可能性大上许多 所以什么时候打造出地球大脑将会是一个奇异点 只有成为地球大脑才有资格成为宇宙大脑的神经元 也才有资格联系与被联系 毕竟与其他文明的联系是作为一个神经元的使命不是吗 那现在的人类呢 应该还处在孕育这个神经元的过程中 至于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可能要看脑机互联的进展情况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啊 或许会来一个弯道超车 提前达成地球大脑 不过我的态度一直都没有变啊 脑洞归脑洞 不管是脑机互联 还是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 我都觉得人类应该谨慎对待啊 因为这两者呢都是不可逆的 我在我之前的视频也是有说过的 那这里再展开一个联想啊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明确的发现外星文明 大概就是因为宇宙太大 而且文明分布的太过有序 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我们又只能读懂同级别的文明信息 或者说只能感知到同级别文明的形态 所以没有发现外星文明可能只是单纯的实际味道吧 另一方面我们按照生命的道去推测宇宙当中的其他文明 它们应该和地球一样啊 应该是有着大量和地球程度差不多的文明 有序的散布在宇宙的各处 它们应该也是感觉孤独的啊 在它们的星球大脑形成之前呢 它们和地球是一样的处境 而地球大脑和那些星球大脑们是必然会出现的 我前面说的互联网必然诞生 指的就是这个 总归会有一种事物来整合整个文明的智慧 互联网是地球选择的方式 也可能还有其他别的方式 这种整合智慧的必然或许也是道中之物 那么脑洞开到这里啊 我想再展开一下啊 之前地外文明与地球的联系里面啊 有哪些是符合上面这个脑洞的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RAR要更贴近这个设定啊 我这不是故意往上面靠近啊 不然说它是来自第六密度的社会记忆复合体 还说地球是处于第三密度 那么套用上面这个猜想啊 就可以把这种密度的说法 理解为神经元处在不同的阶段 这也符合生命之道嘛 处在高阶的就可以向下感知 所以地球只能被联系啊 而且伊德法则里也有提到啊 高密度文明是有帮助低密度文明的这个使命的 这也符合神经元互相合作的这个机制 而且我最先听到社会记忆复合体的这个词呢 就是在伊德法则里 所以这样说来呢 RA的信息和这个脑洞至少没那么冲突 另外还有一个外来者啊 说的一些话也能说得通 他说有很多个宇宙 我们的脑洞就是在猜测宇宙可能是一个大脑嘛 那么有一个就可能有两个也有可能有很多 所以多个宇宙的说法呢也不是不可能 关于这个猜测学术界也并没有排除 最后呢我们回到最初的猜测啊 如果宇宙是个大脑 那么反过来想 我们的大脑里面应该也是有个宇宙的 而且我们所处的宇宙呢 可能也是在扮演着一个更大宇宙的神经元 那个尺度可能会大到吓人啊 也有可能呢在某个点开始循环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啊 循环可能也是宇宙之道 好的今天这个宇宙大的脑洞呢就开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把这个宇宙观呢转发一下啊 争取我们让漫威看到 然后也别忘了订阅关注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